高密度胆固醇是在哪裡攝取的 高密度胆固醇本身是對身體有益 會令血管閉塞的機會低一點 你少了高密度胆固醇 可能是一個不好的危險因素 在哪裡攝取 它是健康的油份 最有名的例如魚 它也有魚的脂肪 但當然不要過量 它也是脂肪 可能脂肪很高 但是在這些地方有 或者市面上我們香港 各大藥房很多魚油丸 也有幫助 我也會跟病人說 我想多吃魚 有些人不喜歡吃魚 他受得住魚油丸 我可能會給他兩顆 這些是協助一下 其實也有幫助 令事情很完美 沒有什麼問題 剛才黃醫生提到尿酸 我自己也聽過 尿酸很常見 我身邊的朋友 很多朋友 是很成功的商人 很多人都會有尿酸膏 對 我把海鮮放在海鮮 是否就是吃海鮮 大魚大肉 也必定要有的海鮮餐 就會令到有尿酸 再說尿酸 黃醫生教我們 尿酸的疾病 會令我們自己有什麼不舒服 好 讓我告訴你 尿酸膏的現象 其實也是一個疾病 不是經常打算是我們做到這樣 有些人天生出來 尿酸的排泄或尿酸的製造 是一種新陳代謝的病 他便容易患上這個病 當然為何經常說我們食物有關 原來尿酸是從一些普林的單位製造 普林 我們有高普林的食物 例如 我給你講一個例子 就是菇菌類 豆腐豆類 內臟 然後蝦 或者蜆殼類的食物 就會很高普林 如果我根本有尿酸膏這個現象 我吃多了 我就更高 明白嗎 其實 尿酸膏 尿酸膏真是一個在我們發展的國家 可能飲食又會令到這件事變多了 即是我們說好食好煮 其實 很多人有尿酸膏是沒有病徵的 但他也要控制他的飲食 多喝點水 少喝酒 其實尿酸膏 如果一件事沒有後果 我們不用擔心 我大致會分為尿酸膏 有四大後果 第一 大家都肯定聽過 急性尿酸痛 走不了路 回不了工 痛到瘋 所以他叫做痛風症 痛到瘋 不是少少 是紅腫熱痛 走都走不了 第二種就是 尿酸長期高 尿酸的精體 我們叫做慢性尿酸關節炎 很難治 基本上不能治 又不能做手術 他一直在 已經積在 你就會慢性痛 第三 腎石 有些人經常要碎石 原來他的尿酸很高 尿酸一直在腎上 都可以塞住尿路 嚴重的 可以引致阻塞性的腎衰竭 第四 原來尿酸長期高 有一種慢性的腎病 我們正常說慢性的腎衰竭 跟慢性尿酸非常高有關 所以這件事是有後果的 但是最明顯大家聽的 就是痛風症 其他那些往往忽視了